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试谈 最近,纽约市正在面临非法移民不断涌入的危机 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已无法独自承受,多次向州府和联邦政府申请支援 此前,纽约州已向纽约市派遣了近2000名国民兵 为无证移民提供后勤和行动支援 日前,纽约市又传出,有三名无政客男子在庇护所里发生家庭暴力事件 他们分别在位于曼哈顿的罗斯福酒店和长岛市的一家酒店庇护所内被捕 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移民危机 州长霍楚日前又增派了150名国民兵前往纽约市 希望可协助纽约解决危机 据报,本次增派军力后 将有250名军人被分配到各个后勤部门 协助无证移民贴写表格,提交申请 以获得合法工作许可 以便他们尽快找到工作 脱离以人满为患的收容所 上周,联邦国土安全部在9月20号宣布 允许在今年7月31号以前抵达美国的委内瑞拉无证移民 有条件获得临时保护身份 据估,全美约有47.2万名委内瑞拉移民符合资格 仅纽约就有1.5万人 因此,纽约州增派国民兵的主要任务 就是和联邦政府及纽约市府合作 协助这些委内瑞拉移民申请工作许可 目前,纽约市长亚当斯已向州府和联邦政府提出援助申请 但尚未收到资助费用 因此,目前投入的47亿美元资金将从市政预算中支出 据悉,这笔金额相当于市政清洁部门、消防部门和公园部门的预算总和 对此,亚当斯警告称 目前应对无证移民不断增加的额外开支 将影响纽约的城市服务 此前,他曾表示 计划将推迟图书馆的开放时间 老年人的餐饮福利 以及免费全天候开户三岁儿童等社会服务时间 此外,纽约州府迄今已向纽约市提供5000万美元的资金预算 其中,2000万美元拨款给地区非盈利组织 另外,2000万美元拨款给纽约市公立医院系统用于移民个案服务 另外,还将在2024财年的预算中拨款1000万美元用于移民法律服务 后处表示 纽约州府目前已经向纽约市提供了17亿美元的资金 另外,还投入了场地和设施 用于应对移民危机 但他表示,还需要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资金援助 据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气象预报中心发布最新预报指出 今年冬季的气候受到太平洋赤道区域水温异常升高 及声音现象的影响 与过去几年将有明显不同 今年冬季,南部各州将面临冻雨降雪概率增加 据CNN报道 今年的声音现象自6月份开始 尤其是在本月表现最为明显 预计将持续至2024年春季 据气象部门预计 持久干旱的南部德州 路易塞纳州 密西西比州等州将有望迎来更多降雨 但伴随着这些降雨 冻雨和降雪几率也将上升 据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的说明 受到声音现象的影响 冬季的温度和降雨分布将发生变化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高速气流通常会向南移动 从而使南部几州变得更加湿冷 而北部则将变得更加干燥和温暖 另外中西部地区同样也将面临干旱问题 而西北部山区积雪量可能下降 这对水源供应提出挑战 不过声音现象对于东北部的冬季气候影响较小 据气象预报表明 东北部今年的冬季气候将保持温暖 但大西洋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风暴 至于加州和西南部地区的风暴发生率和降雨量 则取决于声音现象的强度 据英国卫报报道 近日一项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期刊上的最新研究提出 未来超大陆形成过程恐导致极端高温 造成全人类及哺乳类集体灭绝 据这项研究警告 如果超大陆形成将引发极端高温 增加太阳辐射并破坏粮食供应链 最终可能导致大规模生物灭绝 包括人类和现存的哺乳动物 研究团队运用超级计算机模拟了超大陆的形成过程 并提出 由于地球大陆百块不断飘移 各大洲将逐渐靠拢 可能将在2.5亿年后形成终极盘古大陆 随着超大陆形成过程中 火山活动的频繁剧烈 热压力将不断上升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超过现在的两倍 而逐渐老化的太阳将释放更多辐射 导致热带地区内沙漠范围扩大 一旦终极盘古大陆形成 极端高温将变得更加严重 沿海地区的湿度将高于现在 而广阔的内陆沙漠将面临极端改害 届时全球温度将比工业化前上升15摄氏度 将地球带回到2.61年前的二叠际至三叠际时期 当时曾发生大规模生物灭绝 其中超过90%的物种遭到灭绝 届时许多生命形式将难以忍受 长时间处于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 除了直接影响之外 高温还将使植被和农作物难以维持 进而对粮食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 据研究指出 绝大多数植物在4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中 会受到压力 如果长时间暴露在60摄氏度的高温环境下 它们将彻底无法生存 因此这项研究提醒人类 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和应对气候变化 仍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需要尽快采取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的影响 自9月份新学期开学以来 中国的一些地区 包括四川 河北和广西等地 出现一种名为萝卜刀的玩具热潮 近期 这款玩具在小学校园中非常流行 然而 这个被称为解压玩具的萝卜刀 是否适合小学生玩耍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引发家长担忧 据悉 这款名为萝卜刀的玩具 是一款彩色的3D打印塑料仿制刀 外形酷似萝卜 它可通过自身的重力实现刀体滑动 通过手部甩动 可产生一种爽快体验 因此一时间在市面上非常流行 据一些文具店老板表示 前两周 萝卜刀刚开始流行时 一天能卖100多把 而现在一天也能卖出340把 据网上电商平台显示 萝卜刀玩具的销量非常惊人 一些店铺的单月销量已突破10万把 对此 很多家长和一些市民 对这个玩具深表担忧 他们担心 萝卜刀可能会激发孩子的战斗欲望 有些孩子在玩这个玩具时 会模仿刺 捅等动作 甚至也有学生将这款玩具带到学校 引发疆长担忧 那么市面上的萝卜刀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据记者测试 目前市面上售卖的萝卜刀 虽然是由塑料制成 但刀尖刃处较为坚硬 稍微用力刺在皮肤上会有轻微的痛感 甚至可以轻松刺破质地相对较硬的苹果 此外有报道成 在网购平台上 有商家甚至售卖金属材质的萝卜刀玩具 这更加引发大众的安全担忧 对此专家也提出担忧和疑虑 他们认为 尽管萝卜刀的初衷是为了解压和娱乐 看起来并不危险 但孩子们在玩耍过程中 可能会无意识地做出一些具有高风险的动作 这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 孩子喜欢模仿影视剧里面的画面 可能会拿着玩具刀做刺、捅、戳等动作 因此可能会在潜意识里激发孩子的暴力倾向 对此专家建议 如果孩子喜欢玩萝卜刀这样的玩具 家长应该在孩子使用前进行一些科学教育 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款玩具的潜在危险性 此外也鼓励学校增加更多有趣的课余活动 使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更加轻松愉快 日前中国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前副主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明指出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 仅靠宏观调控 仅靠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大力度 是不能完全解决的 当前形势下既要加大政策力度 也要加大改革力度 22号杨伟明在2023第五届外台金融峰会上 发表题为 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 演讲时指出 近年来在经济治理中 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或偏差 比如某些领域的治理 存在单打一 一刀切 单一目标绝对化 极致化 急躁冒进 故此失彼 层层加码 合成谬误 以及长期目标短期化 系统目标碎片化 持久战打成突击战等 他说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有很多 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 各地区 各部门 应认真检查评估 本地区 本部门 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 包括 在疫情期间出台的政策 哪些不符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哪些干预或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 干预或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消费 不对的应该改正 改正了 其实就是改革 对此 杨伟明提出四个改革方向 首先 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改革主线 深化市场化改革 其次 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化 企业和消费者两大微观主体 要依法经营 依法消费 政府行为也要依法 包括经济治理 宏观调控 产业政策 市场监管等 都要恪守契约 防止突然转向 第三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两大制度改革 其一是住房制度的改革 其二是身份证制度改革 他强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对稳定当前经济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 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现在 中国城镇人口9.2亿 其中有3亿是非户籍人口 按农民工统计是2.9亿 这接近3亿人 作为整体是回不去的 回不去了 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第四 围绕完善经济治理深化改革 这是一项很大的课题 需要注意三方面原则 一是 经济治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 不应该偏离这个大方向 二是经济治理要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 三是经济治理要把握多目标的平衡 例如发展与监管的平衡 综上 杨伟明的演讲强调了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 和改革的紧迫性 政府将需要综合运用政策工具和改革措施 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我们一直都在寻找什么 什么才是所谓真的快乐 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什么 什么才是生命该坚持的信仰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寻找心中的那一点光亮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生死两头作呀看呀 情呀中呀怎么点亮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寻找生命的一个方向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默然回首已站在远方 可到失去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 我们都在寻找什么